車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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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我最近開過的最性能 最刺激但是好好開好上手的性能車了 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Duck Tiff 正如你所見我現在的駕駛 這是全新大改款的G82M4 Competition 它在4月底上次記者會發布之後 立刻以它那種相當醒目驚人的水箱物造造型 以及恐無有力的車輛線條 讓人一看就難忘 而在當時我們其實針對它的引擎動力 進行上一代跟這一代的詳細解說 而這一陣子我相信各位網友 已經從網路甚至電視上 看到很多關於它的資訊 售價配備等等的東西了 雖然我們這次的試駕 將針對實際的體感操控為主 來詳細解說它開起來感覺到底如何 而且我還會針對這一陣子 在我屋上一些網友 相當感興趣的問題進行回答 以下我就把它分成三大層面 跟大家詳細解說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一代的G8082 跟上一代的F8082 車重怎麼會差距那麼多 其實單從重量來說 這一代車重比上一代 直接是以150公斤的幅度起跳 而我們這次試駕的M4 Competition 車重更是比上一代直接多了180公斤的水準 那為什麼會重那麼多呢 今天單就車身格局來看 光是車身長度 上一代大概是4米6多 這一代直接接近4米8 軸距也多了4.5公分 當然車寬也有增加 上一代原本採用了很多碳纖維的結構 像是你擺開引擎蓋之後 你可以看到大型的水槍架 這一代就採用一般的鋼材製作 而原本上一代採用的碳纖維傳動車 這一代因為排氣管中段 它具備了OPF的關係 所以它採用了兩截式的方式進行對應處理 而且上一代原本M4 就採用的碳纖維後箱 這一代也有取消 所以這一代採用的碳纖維結構 就只剩下車頂而已 再者像是足下的框胎規格也有所改變 上一代前面大概是255後面275 這一代則只是前面275後285 所以在這些零零種種大小細項的增減之下 才會造就出更為龐大且沉重的車身負擔 第二個問題就是上一代原本採用的 MDCT7速雙離合器變速箱 這次改為8速自排變速箱 這樣子換檔會不會變慢 甚至對性能有沒有所影響 我先來回答答案好了 會有影響 而且速度的確是變慢了 可是它卻依舊有相當快速的換檔動作 而且讓人可以更好上方更好開 其實如果你有開過上一代的F8082 你就知道它的MDCT的換檔速度 真的只有神塊兩個字可以形容 而且它換檔的接合感其實也相當的清楚 這樣開起來當然相當的刺激 而且對於性能的演繹當然相當有用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一般道路上行駛 正在市區停停走走的時候 其實這種一二檔 甚至二三檔換檔的時候的那種齒比設定 甚至有點過於清晰的換檔接合感 開起來會有一點尷尬甚至不舒服 所以當你在跑山的時候 在一些低中速彎角 你在彎中大概是二檔開始加速出彎的時候 當你還沒完全拖出彎道 可是你在彎中可能已經要換到三檔的時候 這時候比較清楚換檔的那種接合感 有時候會讓車子反而抖了一下 跌了一下那樣的感覺 雖然這樣子的情形 你可以透過手動換檔的方式 你不要讓它擋檔紅線進行換檔 你可以讓它稍微早一點換檔 或是換檔的時候油門稍微收一點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畢竟要這樣控制車子 你本身一定要有一點駕駛的水準 可是反觀採用八速自排的G82M4 它的換檔速度其實也是相當的快 而且因為它持筆設定更為綿密的關係 所以在於市區停停走走 乳行的時候 你會覺得相當的平順順暢好開 而且再者 它少了上一代MDZT那種清晰的結合感覺 所以它開起來的撞擊感變少了 開起來也比較舒服 跑三路的時候 一樣在那種二三檔低中速彎的時候 它少了那種結合感覺 就會減少很多彎中換檔 而產生扭一下那種頓速的感覺 這樣自然可以讓你更為放心的採油門 加速出彎 第三個問題 就是這一代的G8082 它車身變重 又採用八速自排變速箱 它開起來的感覺 真的會比上一代也來得快嗎 我現在來回答答案 會 會快 而且還快得很多 其實簡單來說 光是它的引擎動力 就明顯比上一代多了60匹 而且它扭力還多了10公斤米 所以在這樣子的動力漲幅之下 即便你是採用八速自排 你的自排變速箱又有扭力轉換器 會吃掉一些動力 可是這樣子加加減減之下 你還是有一定的動力的優勢 而且在搭配這種換檔相當快速的 八速自排變速箱的傳遞之下 幾乎你只要踩下油門 它動力也立刻宣洩而出 不需要等待 而它所採用的是 全新配置的3.0升雙渦輪引擎 跟上一代它最大不同 除了動力變得更大之外 它針對它進氣路徑重新修改 所以讓它的出力反應可以更快更直接 再者它像是一些冷卻系統 它也大幅升級 像是用3D列印處理的鋼頭 而且它還採用了相當多的冷排 冷卻機構 再搭配它從200B 變成350B 高速氣候Bump的壓力 它可以讓它動力 不僅可以發揮更大 而且更穩定 更持續 而且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超跑 或者是這種性能車的動力 正是越做越大 可是按照正常來說 這種大動力的車 一定是相當難開 不好駕馭 可是為什麼這些超跑 或高性能車 卻那麼好開呢 主要原因是它們配置了 很多的電子操控系統 讓車子能夠穩定安定的收控 像是M4 Competition 它也採用三種模式 像是Comfort Sport 跟Track 三個模式可以進行設定 另外你還可以針對它方向盤的 補助力道 油門的反應速度 變速箱的速度 甚至避震器的軟硬 甚至煞車的力道 都可以進行單獨調整 並可以透過M1跟M2 就竟然單獨進行整合鎖定 來進行設定 所以當你在一般道路上行駛的時候 你進入Comfort模式 這時候方向盤的輔助力道 就相當的晶晶柔柔 避震器的回饋 雖然路感是清楚 可是不至於到不舒服 它甚至開起來感覺 比一部320i還要好開 還好上手 只是路感再有清晰一些罷了 可是當你想要用力鼓吹的時候 這時候你進入Sport的時候 你會發現避震器就變得比較紮實 動力反應也變得比較好 踩下油門的時候 動力也立刻揮之急來 而且它配置了這套四出排氣管 當你開啟閥門之後 你吹下油門的當下 聲浪真正只有好聽 跟胸爆兩字可以形容 而且當你收起油門的時候 甚至它可以傳出正正爆燃的影響 相當的刺激給你實質的體感 真是聽覺的雙重響煙 而且這一代的操控性能 真的比上一代還會成熟而且出色 雖然它車重多了100多公斤 可是你開起來完全不覺得 它的變重很多的感覺 當然可能它底盤用了大量鋁合金的結構 來做對應 它這一代的懸吊結構還重新進行優化 原廠已經宣稱它針對幾何角度進行調整 所以它的轉向甚至貼地性能也更為出色 它避震器設定比上一代更為成熟 而且吸震性可以處理更好 而且它的伸張壓縮的行程也比前代更為短 而上一代你在開著它的時候 它的避震器設定比較硬派 會比較直接 所以你在一些好的道路 甚至賽道上 自然可以開得相當得心應手 可是畢竟台灣的路況那麼糟糕 所以當你在彎中補油出去 剛好你又是爛路的時候 往往車子會扭一下 甚至彈跳一下 那種讓你驚一下的感覺 無法放心的全油門加速出彎 而這一代的吸震性能相當出色 它可以容納很多路面迴旋的震動 但卻不會忘記 告訴你這路上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且它的伸張壓縮形成變短還有一個好處 它在你加速減速 或是過彎的時候左右重心變換的情形 可以縮短很多 讓你的動態可以反應更為直覺即時 另外它所對應這510匹大動力 採用的煞車結構 它也是採用前6後1活在卡前 對應呢 將近400mm的前面煞車碟盤 這通風碟盤的設定 所以呢 對應這樣動力呢 其實這煞車已經算是綽綽有餘 而且線性好控制 如果你還不滿意的話 你換上一組 向你更好的煞車皮 就可以輕鬆對應控制了 而且我們這次試駕的 還是M4 Competition 它車重的不僅比M3還要輕 重點是它車高還降低了4公分 所以如此一來呢 它操控的吸力跟明快感 當然更為強烈而且厲害了 這全新大改款G8082 M3 M4 導入國內是以Competition版本 設定為關係 所以它的售價 直接是從550幾萬起跳 如果你在選配Racing Package 甚至透視煞車等等配備之下 你要打造出一部600多萬的M3 M4 也不無可能 如此一來可以發現 這次原廠不再只是賦予它 它是一部性能防車或跑車的身份那麼簡單 而是利用更齊備的豪華配備 而且更成熟的底盤懸吊設定 給予它更像於豪華GT跑車防車的身份 畢竟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聽過M3 M4的威名 可是因為以往它開起來有點禁忌 熱血甚至開起來有點危險 所以讓很多想要擁有它的人 近而遠之 透過更成熟的底盤懸吊設定 而且多種魔化的配置 讓它可以更為親民而且好開 說到這裡 或許很多硬派的人覺得 這樣子就不是以往的M3 M4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原廠當然不會忘記 所以當你按下SPORT按鍵或是TRACK模式之下 它立刻可以恢復原本那種兇狠 而且強悍的M3 M4 而且包含在RAZING Package裡面的 TRAZING CONTROL MODE的模式 你還可以把它的牽引力進行時段調整 甚至還有甩位模式可以分析 所以如果你駕駛技術可以的話 你要把它開去下載到 甚至飄移甩尾都不可能 就看你的操控能耐到哪裡了 影片最後我們要感謝這次商界 我們M4 Competition試駕的一大汽車 一大汽車是一家歷史相當悠久的 老字號貿易商 DNA的車款販售以雙B車款居多 而且重點是年份還相當的新 就像我們試駕M4 Competition一樣 它里程數只有100出頭 可以說是全新車的設定 而這台車還選配了RAZING Package 所以像是它的後照鏡測群尾翼 車內中控台中傳飾板 全都採用碳纖維材質 而且車內還有兩張造型 相當乖章的賽車座椅 背後也有採用大型碳纖維進行裝點 包覆性還很棒 讓你可以更為放心的用力吵架 以上就是我們Dr.Eve 針對F-Condition進行的試駕報導 希望你會喜歡 至於下支影片 我就會針對它引擎動力 底盤懸吊 甚至動力輸出特性 進行新舊M3 M4的對照 比對的測試單元 我是Dr.Eve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